我認識我的一位同學師, 就在那位女士, 在那位女士, 這位幫忙, 他們都會做到我們的 創造他們的同學, 這位女士, 和她們一起拍照, 我認識董哥, 我們作為武器中, 只能提出任何的方向, 要去跟政府商討論,必須選擇一個國際標準的一個方法 不過最重要的是,除非人家的政治模式, 他不應該對參選之類,去做不同的政治模式 所以,無論他對這個政治模式的問題, 放在他整個政治模式的問題, 一定要藉到整個方案,在美國的程序都會 不會對不同的政治主席、教育、聖結等 事實上做成功,所以是很好的 麻煩你,麻煩你 如果我應該說一句,我自己個人希望在這個階段 希望大家最有思考,如何將所謂公民的特殊 這個特殊的外面放在外面的機構上 我現在不需要這麼大罪,是否要求我們 我們自己很歡迎很多年來的 只要我希望每一個人都要思考 能夠做一個國際標準 我們也希望這個機會往下看, 去完成這件事 我們歡迎政府會承諾這些平台收集的意義 希望這些平台真的要做到沒有開放和公正 不要去擁抱他們 其實整個佔中的環境都是想建立一個平台收集的意義 我們覺得官方有官方的造反 我們不建議他們的同樣 兩人是同樣的 所以我們會按照我們自己所提供的 時代的都不成功去做 我們也要加建立一個收集的行動 開始到我們去政治的行動 我們把政府的行動集合 希望出一些民主 政府會和政府的政制方案出來之後 就可以更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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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要去到更加更加的政制方案 接著再加上公共的收集 我們會找到一個民主的行動 但是我們歡迎政府 提起難題的問題 真正的政策資訊 我們會看到正常的行動 我們會否認識更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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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 我們會確認去年 一開始旦會先準備好 我們會期待要求不足 我們要去奇麗 我剛才見到人陣那邊 這個問題是講了有關 各種方案的方式 對你參加這個保護的問題 也通常是有關 即是說出動的解放 我想講給大家看 我們最近發生的一些事件 本來好像在街頭上 有些民間的衝突 那就引發了一個 即是法務局 雙方便 的一個民眾之間的衝突 整個事件其實是 很奇怪的 本來我的問題的核心 就是有些全體的法務工 他們的表達制度受到干 有些市民 譬如政府的執法 就是不好 令到清關會這些干擾法務工的 表達制度 有些民眾之間的衝突 他們說新聞公司 就是這樣 結果有發過那麼多的衝突 後來我可以見到 有兩個民眾的事 第一就是 開始有市民的懷疑 就是警方都可以 特別採取一個正面中難的環境 去處理問題 第二 這個懷疑 特別政府是 不是一個 處於一個中難的位置 這個懷疑 是你不存在 北京的一個法律 北京不喜歡法律高 你在香港 就是他 硬要法律高 這些懷疑 引發到這些衝突 所以 我自己本來就說 現在非常重要的是 去重建這個社會裏面 對執法 和政府 這一種的公正 這一種的信心 你不再重建這個社會裏面 本職的話 其實是很危險的 特別是 面對著民眾的工作 我自己其實不太方便 不太方便 除了我們自己的方便 做的 其中一個方法 去防止民眾 是不會衝突之外 警察如何去做 都是兩種衝突的問題 警察譬如說 過渡報紙 有時候應該是一種挑釁 又或者 警察自己不太方便 現在可能是一種前進 所以 正如這位警察所問 警方所發言的位置 中立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很希望 例如 我們香港 這麼多年來的政府 全國 我很希望 能夠 用它做 變回這種 對警隊的信用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信誠 我自己是一個信誠 我希望 可以用盡快的信誠 只要用到解放軍的問題 2015年 反世貿的過夜 在香港 裡面有了那些 韓國的陸道 是用很激烈的方法 和警察和軍方 結果 那一天之內 香港警方 都已經來不出 一千個 都已經來不出 一千個 如果我們 是用和的方法 但我們是完全不解放 為什麼 需要不解放軍呢 為什麼我們自己 在香港 都不能夠處理一個國民的問題 我覺得 有很可惜的 除非有人故意用暴力 去規復一個國民的問題 如果我們用一個情報 在香港 有什麼需要 需要做解放軍方法 甚至警察 用暴力的處理 我覺得是很準確的 就是 我想說 最重要的是 少數的衝突 少數的規模 不是這麼大 但是 最重要的 情況 不是比較難的 那有沒有想過 今天 真面對有一個 一千多 八十個 或是 能力的 那些 只有 那些 我們說 我們還有五種 從事 去處理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用一長時間 千個網路純釋 不遷神將 我們向東入江 我們向東入江 我們向九殘女 我們也有 和南部純釋 一起去處理 最重要的情況 就是說 我們一群眾 不聽話 聽到話 知道嗎 我們一說過 我們是不可以起來 就帶領一群眾去自信 就是 完結了 一個場面 就是 他想到 他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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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 你搞一場 加烈華麗 搞一個 綜藥的場面 你也有一個 很不明的機構 就算 你做得同時 都可能 可能會出現 可能會出現 包括加烈華麗 大家都挺不靠 加烈華麗 我們作為一個 總職的負責員 我們會促進 我們所有能力 我們自己有個專業 基本上 就是 我們說不到 那麼 我們會促進 我們所有能力 即使最愛情 我們所有能力 我們可以立即 將這個運動 我們可以 就是這班 他們最重要的 大型 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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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些人 有些人 可以用時間 就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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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CY哥的問題 昨天我發了一個很詳細的辦事 差不多想簽證的一個新聞公司 裡面是對香港有多少限制的單體 是一個很詳細的詳細的下組 就是我認為特首非常理解香港的限制單體 第二就是我認為特首的記憶就是 我認為特首的記憶是特首的傳站單位 特首的記憶是講得很清楚我引用的數字 並不包括任何關於宿舍、酒店等傳站單位 但是昨天我不知道那個發言是扭曲了 我認為它是錯誤了這個公公署的記憶 就是說這個數字會包括監獄、醫院、酒店等 這是一個原理的用戶 此詳細的話可能時刻可以回到那個野生的稿 回到你後來已經把所有的記憶都放了 我亦都會去信給特首 然後是他要求會提供應證 他都沒有改變過反對世界東北計劃這個立場 第二就是增報選園的問題 我很想看到在2012年的政改方法當年時 這個總結普選面前 今次的2013年就這個17年和2012的編劇 雙普選其實整個立場會裏面 所有的民主派是喜劇、努力、辛苦的情況之下 才能夠一個人的問題 現在一個舉出了就是阿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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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虎 一個舉出了 但是我還珍惜這個平台是穩揚的 無論是法國主派和民間最大的共識 是有一個我認為是 體現國際標準 體現補給民間真正普選的目標 所以曾普選的人早前提出的 有三個好像伏手的幫助人 七個、七個 我認為所有參加曾普選的人 法國主派的政策 正常應該是要尊重 以及要在我的公開裏面相互 如果大家是有同性偉陽出席的方案 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話 我會認為這部的政策 特別是同志黨 應該需要出席向曾普選人法 參加慎議員或是向市民慰衆 特別是過去幾十人和我們一起並結 參與民間的市民 有一個很清楚的交流 還有最後一題問題 還有其他問題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好,要學的話 好,多謝大家